而今天也是五杰乡长简松树就职满两年 他特别向乡亲来报告过去两年推动的乡镇成果以及未来的愿景 并且表示还有许多建设需要努力 希望在任期内可以一一实现对乡亲的承诺 今天是五杰乡长简松树就职两周年 特别召开记者会向乡亲来报告 简松树表示任期内所推行的新政策 像是旅游导览手册、发展产业、 老人福利以及图书馆功能再造等等 另外还有协助二杰王公庙过火成为无形文化资产 而立则造航则是以重塑创新构思来带动老街特有的文化 除了我们进行政策延续以外 在我进来这两年有很多新的政策和外头在推行 我们可以担当就是导演所说的发行 跟我们服务中心来接牌 以及我们地震变迷服务站 跟我们社会口 久久从阳州下乡 为我们乡亲老人 我们的先拜来服务来健康检查 对于未来的愿景 乡长已表示将积极增取铁路高价化 中心职场成为文化园区 东西向二杰联络到 一大五杰校区 还有大杂门赶建工程等等 我们对五杰校非常重要的铁路高价化 因为铁路把我们阻断东西县的通道 带来我们五杰校相当的不便 所以说铁路高价化 是我们五杰校不正常迫切 要改革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也要拜托我们上纸 保护立委和管政府 来我们一同 来向我们中文来证实 我想对了五大变情以外 我们各个是还有非常重要的年度目标 要来共同来打招 不管是在行政社会 是荣业建设 就是我们穿在嘴顶顶顶 我们都有立下 有很多的工作目标 期待 这两年的时间内共出了四起的相看 而这里头也一一记载着公所对乡内事务的推动 相当于表示感谢公所同仁的努力 才会有今天的丰硕成果 未来也将会继续努力 希望促进五杰乡的发展 以兰新闻记者来下路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